下一刻,火擎天直接向着卫影爆杀而来,手中的火焰长枪绽放出无尽火焰,火焰席卷诸天熔炼万物,可怕到了极点。 不能再拖了。 此时此刻,卫影眼中也闪过一抹疯狂,三千青丝在此刻无风自动,柔顺的发丝在天穹之上飘荡。 卫影的气息变得灰红而浩瀚,无法无天,天下无敌。 甚至有无上的帝威从卫影身上席卷而出,卫影眼中绽放着无尽的神威, 这一刻他仿佛化身无上主宰变成寂灭星空,凌驾诸天的绝寒帝尊。 看到这一幕,火焰天疯狂猙獰的脸庞都陡然一宁, 他从卫影身上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危机, 无穷无尽的杀鸡仿佛无边地狱将他笼罩一般,让他遍体生寒。 此时此刻,哪怕是施展了火魔图天,火焰天已经丧失了理智, 也本能地感受到一股恐惧,让他害怕的同时也更加疯狂。 女人,你不可能杀了我。 火焰天怒吼一声,手中的长枪在这一刻疯狂转动起来, 无尽森然魔器竟然灌注到长枪之内, 炽热的白色火焰都化作了漆黑之色, 魔器席卷仿佛要破杀还宇。 圣火化魔枪 火焰天仰天怒吼, 狂暴的长枪绽放出无尽森然火光, 仿佛地狱中最可怕的火焰。 圣火化魔枪 火焰天怒吼一声, 身后的圣火熔天莲此刻都攀上一抹漆黑, 一瞬间便化作漠黑之色。 邪恶到极点的气息流液而出, 圣火熔天莲此刻变成了魔火熔天莲。 无穷无尽的沙翼席卷, 狂暴无匹的雄伟笼罩诸天, 火青天爆发出一切力量本就庞大的身躯, 在此刻无数肌肉隆起仿佛一只人形巨兽, 拥有无上伟力的可怕怪物, 摧骨拉朽的一枪悍然刺出。 这一枪可怕到了极点, 仿佛要让日月轻覆让诸天崩碎, 将万古都洞穿, 一枪贯穿无尽岁月长河斩杀眼前之地。 与此同时, 魏影的力量也攀升到了顶峰, 只是面对暴杀而来的长枪, 她的眼中却闪过一抹不甘。 魏影要爆发至强一击, 一举斩杀火晴天, 但是此刻她的速度却是慢了一筹, 面对火晴天, 毁天灭地般的狂暴一枪, 她没机会施展。 该死。 魏影忍不住心中怒骂, 拼尽全力, 疯狂地凝聚着体内的力量, 想要在长枪降临之前爆发, 只是时间在这一刻却变得那么短暂。 魏影心中都不由地生起一抹绝望。 难道, 我就要这么陨落吗? 魏影目光冷然地看着长枪降临, 就在此刻一道身影却突然出现在魏影身前, 毫不犹豫地挡住了这一枪。 乌芒的身躯陡然飞出, 无尽鲜血喷洒, 这一幕震撼了魏影的心, 也让她的身上爆发出了无穷杀意。 乌芒舍身挡枪, 为魏影争取了最宝贵的时间, 也让魏影彻底暴怒。 此刻魏影气势爆发, 身上无尽地微席卷而出, 一道虚幻的身影陡然在魏影身后升腾而起, 这虚影眼中蕴含着无尽的蔑视, 抬起手掌, 缓缓一直点出。 这一指看上去极满, 仿佛伸出手指都用了无尽时光, 但其实是在这一指点出的瞬间, 时间凝固了, 一切都静止不动。 天地间只剩下这一根手指, 散发着无穷地位, 以及浓郁到极点的蔑视, 幽哉幽哉地降临在火擎天长枪之上。 帝尊诸天旨! 这一刻, 时间陡然恢复, 一切再度流转, 魏影的怒吼也陡然升腾而起, 这怒吼蕴含着无尽的杀意, 简直震撤云霄, 仿佛让整个环宇都听到。 帝尊诸天旨, 一指之威, 浩荡无敌。 火擎天的长枪在这一刻轰然破碎, 紧接着手指没有丝毫停留, 仿佛没有受到任何阻碍, 降临在火擎天的身上。 不要! 火擎天想要躲避, 想要挣扎, 但是这一切在此刻都显得那么的无力。 他甚至连身体都动不了, 无尽的森寒将他笼罩, 无边地狱碾压而来, 死亡降临。 火擎天眼中, 蕴含着无尽的惊恐与绝望, 在这一刻, 他的身躯陡然破碎, 血肉在天穷之上洒落, 不可一世的补天镜五层天强者, 被一指诛灭。 而在此刻, 火擎天身后悬浮的圣火荣天莲, 因为主人的深远, 也陡然从空中坠落而下, 向着远处暴射而去。 他想要逃, 圣火荣天莲蕴含着一定的灵性, 他不想落在魏影手中, 想要逃离, 只是此刻, 魏影身后无上虚影悬浮, 他的目光如同无上主宰, 绝寒帝孙眼中充满了漠视, 看着圣火荣天莲淡然说道。 一句话, 仿佛蕴含着天地规则, 不容置疑, 帝威震慑珠天, 圣火荣天莲被无穷的力量所笼罩, 瞬间回到魏影身前。 魏影一掌拍在圣火荣天莲之上, 无上的帝威席卷而下, 圣火荣天莲的一切抵挡都化作飞灰, 瞬间被魏影炼化。 做完这一切, 魏影身后的虚影陡然破碎, 魏影无上的气息也瞬间消失, 取而代之的是无尽的萎靡, 仿佛垂死在即。 那我离开。 魏影虚弱到极点, 刚刚登上圣火荣天莲, 身躯便直接倾倒, 他的目光看向不远处重伤躺血的乌芒。 魏影眼中荡起一抹涟漪, 用尽全身最后一次力量, 将乌芒牵引到圣火荣天莲之上。 下一刻, 圣火荣天莲前方一道空间被撕裂, 圣火荣天莲直接顿入通道之中, 消失不见。 与此同时, 夜晨三人随着补天镜强者的大部队一路前行, 此刻陡然听到前方传来的一阵阵狂暴无比的冲击和战斗之声。 在那边! 补天镜强者中, 一位实力在补天镜四层天的金发男子, 陡然怒吓一声, 身形向着战斗之地暴冲而去。 而在此刻, 夜晨目光闪动, 他察觉到战斗冲击之中蕴含着一股绝寒气息, 的确是那位神秘女子在战斗。 也不知他怎么样了。 夜晨脸色微变, 也连忙跟上大部队向着那边赶去。 遮天摩地和军末对视了一眼, 两人眼中闪过一抹决绝, 同样跟上。 战斗的地方距离夜晨等人所在还比较远, 飞顿了许久, 众人才赶到这里。 夜晨到达的时候已经有不少补天镜强者在这里徘徊, 只是这里已经没有任何人的存在了, 只有无上狂暴的战斗气息弥散在天穹之上, 还有浓郁的血腥气显然在这里死了不少人。 此时此刻, 有人察觉到, 这里有火擎天存在的气息, 而火擎天的生机泯灭, 很显然火擎天在这一场战斗之中陨落了。 这是火擎天的枪。 有人认出了洒落在地面之上的武器碎片, 一群人文言顿时脸色大变, 火擎天的长枪也算是一件绝世神兵, 此刻连武器都破碎了, 可想而知爆发了多么可怕的战斗。 而火擎天恐怕也的确是深运了。 这是月明的剑, 这是天山灵同的扇子碎片。 此刻, 一道道惊呼声响起, 竟然是诸位补天镜强者的武器, 很显然这些补天镜强者全都陨落在这里。 看不到那女人, 难道那女人将所有追杀的补天镜强者都杀了吗? 有人忍不住开口猜测, 绝寒帝尊的传承果然恐怖如斯啊, 这个女人若是没死, 一定要从她口中问出绝寒帝尊的秘密, 哪怕是付出天大代价也在所不惜。 一道道声音此刻响彻在天地之间, 这一场战斗太过惨烈, 所有追杀卫影的人全都伸缘, 而卫影则生死未卜, 这简直让人震撼到极点。 而在此刻, 叶辰三人面面相去, 显然没想到会发生这样的事情, 神秘女子斩杀所有人, 然后离去。 叶辰还担心神秘女子出事, 前来想要相助, 只是没想到, 对方竟然有如此强悍的力量。 她应该没有这么强才对。 叶辰忍不住皱起了眉头, 神秘女子确实实力非凡, 但似乎也不具备这样强悍的力量啊, 除非那神秘女子在短短时间内接连突破, 但那样也太变态了。 此时此刻, 叶辰也从众人口中得知火情天的实力, 他可是补天境五层天的强悍存在, 而且火情天拼命的话, 还有能让他达到六层天的秘书, 这都陨落了, 可想而知杀死他的人是多么的强悍。 不对, 他很难杀死这些人, 如果真的是他做的, 一定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叶辰目光闪动, 忍不住开口说道, 而在这时, 一群补天境强者见到此地没有了线索, 已经有人离去, 有的是给背后势力禀报, 有的则是到其他地方搜寻, 想要找出未影的踪迹, 还有一部分没离开的, 则是想要在战斗爆发之地找到一些线索。 叶辰目光凝重, 带着遮天摩地二人同样加入了这一行列, 行走在这片战斗之地。 原本战斗的山峰都已经坍塌, 这里简直化作了一片废墟被可怕的战斗彻底毁灭, 也没留下什么有用的线索。 叶辰行走在废墟之间却隐隐有种心神不宁的感觉, 让他很不自在, 就在这时, 他的目光陡然凝聚在一块儿, 沾染了血迹的石头之上。